不是我們帶一些觀眾想 一定很適合觀眾口味的電影給你們看 不是這樣 是我想你們看些甚麼電影 用你的方法引導他們進來劇場看 所以你要做得好 那他們才有第二次機會再進來劇場 這就是我要做的 我不怕跟你說 這套科學怪人滿了 我都虧了 算了數了 是 沒有辦法 你爆了 都是會虧的 但我今生命底地做 想帶這套電影過來給香港觀眾看 你在香港有沒有辦法叫觀眾 很簡單 我們現在搞一個網絡的 好像內地的網絡電影 網絡劇集的台 你喜歡看好看的 15分鐘之後 你給5元 我想問你 你到街上串魚蛋 都不止5元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你給5元 看一套電影 看完15分鐘之後 你就給5元 那5元裡面 內地是怎樣 5元就跟那個台拆 我問你 香港 我只是說我現在有個台 我扔上去 有很多人拍一些很有心機的作品 大概70分鐘左右 網絡電影 也好網絡電視劇 也好 Netflix 這樣拍到 叫你香港觀眾給5元看 你看 肯不肯 香港觀眾不會 即是不支持 你不會覺得那件事有價值 所以你不願意付錢 很多網友 上面的觀眾都說 我錯過了你這套這套 很可惜 甚麼時候出碟 我有沒有DVD 沒有 為甚麼我從來沒有 我拍了 我可能賺了一股小錢 但跟著的維和很大 維和很大 就說不用看 他遲些會出碟 先出碟 出了就買一隻 就不用我買 就有人BT 那我又回答你 舞台劇就是 舞台劇麻煩你來現場看 舞台就是這樣 現場感是取代不了的 是 所以我們堅持不拍 不出碟 不賺這些錢 你肯不肯 你肯不肯踏出第一步做那件事 即是你可以 如果踏出第一步 大家一起 不要先倒下來 首先第一件事 不要先不尊重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支持 如果你覺得他還有存在的價值 我經常覺得 尤其是我們搞維和文化 有一種使命感在 對社會有一種使命感 真的有 你真的有些時間 你要出來說一些話 借助你的工具 我們的工具就是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舞台 我們的肢體 我們的語言 文字 去說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去告訴社會 現在發生什麼事